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然后我是六年的销售市场经验 那今天来呢我也想寻找一个品牌市场销售的岗位 谢谢 你选的这身衣服的颜色可真巧啊 你跟后面的灯那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是吧 完美的和灯融为一体 其实这灯挺难找的 这颜色 是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请陈总 陈维总来做一个点评 是吧 陈维总的企业的理念就是爱与美好 上这个节目之前您一定已经看过咱们节目 然后其实录制节目的话 后面的背景和我们的这个衣服共融了 到时候结局在电视上 就是你的头在不愣不愣动 所以下次录制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 看一下后面的舞台背景 好的好的 谢谢陈维总的指点 苏紫燕毕业多久了 毕业有六年了 六年了 我想我发现问题啊 就是你二十岁大学本科毕业 而且跟我是校友 你十六岁就读本科 北师大的 对啊 你们校友啊 对对对 你上学期间认识我吗 我听说过您 他的名声好吗 对 名声非常好 张萌你问他说你在学校听说过我吗 你这个问题是啥意思 没有 因为我在北师大担任研究生会主席 整个学生这一块的工作都是我们来负责的 因为他年龄比较小嘛 所以比较就是会引发 我跟上风总也在谈 可能会有一个问号 毕竟这不属于一个常规化的一个时间 那他肯定有他的特殊天赋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上学比较早 那也是我最读一年纪 你 没看出来 姚总 姚总 我是您的用户 我知道您也投资了那个极米科技对吧 然后我们家电视 电视联合创始人 对对对 我们家那个电视 来吧 你还有谁认识 一趟谁说了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来到飞行魔术舞舞台 其实在座的这个写家都是 他们走在写都是我非常心仪的企业 所以就稍微地做了一下深入的了解这样 你看啊 这姑娘展现了她的第一个优点啊 就打开局面 而且面对于王上峰和张萌对她的年龄上的质疑 对吧 她没有一点点情绪上的抵触 所以这是姑娘的一个优势 是吧 来 说一下你那六年的销售经验吧 那我头三年呢 是在上海的一家外企 做了销售市场品牌所有的工作基本上 说句实在话 她做销售我们还挺意外的 她看着不像一个销售 做品牌的倒像 你做过那个面对面的销售是吧 我们当时有跟快销品合作 然后去帮他们做路演 对 那你这些工作跟你的专业可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法学专业吧 它是我的父亲帮我选的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因为我父亲呢 他是移民女师 然后 此成副业 对 他非常想女成副业 所以他当时就是帮我选了这个专业 你四岁读书也是他的建议吧 对 就是 你父亲对你很严格 可能是望女成风 为你一个小秘密 你父亲小时候揍你吗 揍我 揍我揍得非常狠 有一次我记得他要打我 然后我妈就说你快跑 然后我就直接蹲蹲蹲跑下楼 反正是绕着跑了一大圈 对 你妈说你快跑 而不是拦着 说你快跑 我随后就来 对 这是我小时候发生的真实情况 然后就是 我妈觉得就是父亲在教育孩子 那其实你应该给他教育孩子这种权利 所以我猜 你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没有 其实我在学习 陈维总的女性柔力量 对 来 我们回到你身上来 回到你身上来 今天面试的岗位是什么 我想求职市场和品牌 那你如何来描述你的市场品牌能力 举一个案例 曾经做过的 赶紧说给我们听 这姑娘肯定很优秀 待会会抢的 因为前公司有保密协议 所以我就简单地把这个事情给描述一下 对方就是死磕不下来 然后我当时也是发动了 就是所有的朋友的力量 知道了他大概就是每个星期 他很固定的 每个星期六会去那边打高尔夫 等到他的时候 然后就趁他在休息室的时间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 就跟他详细描述了一下 我们能演示一下吗 他这还算是一定的这种 接触性技巧 对吧 来 我们请吴胜过来 假装打高尔夫 好 谢谢吴总配合 好 来 你在这儿打高尔夫 他在这儿等着你 来 来 来 你这是Vitter 你汤姆猫 来 来 来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看看你当时的公关技巧 好球 好球 吴总 好球 好远啊 这个郑重甜点 然后声音非常清脆 我刚刚在门外都听到了 然后过来一看是吴总 我先做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伯伯公司的小飞 然后我今天其实 就上一次跟您说的那个事儿啊 然后今天我是带了 我们的那个全套的 那个东西过来了 然后您看您 我现在简单给您 描述一下这样 然后详细的资料呢 我可以发给您邮箱 那要不然我们打完 打完再谈 可以 来吧 那我就换衣服了啊 对 换高尔夫 就没了 没有 那既然都已经 能跟吴总打高尔夫了 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 交谈的机会更多了 对 让我们看看你的师姐 是怎么攻关的 来来来 张萌 看看你的师姐 是解决的是谁 解决的是吴胜 好的 我看他一面走过来都带风 你打你的高尔夫 来来来 我们把那个洞 挖大一圈啊 可以栽一棵树进去 你是吴总吧 是啊 昨天晚上我在国贸 七十九层看你吃饭了 你跟对面那个女生在一起 长头份那个 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看错人了 不是 不是 那女生啊 是我闺蜜 你不认识我老婆吧 哎 不是 不是 完全唇业 我别多想 他跟我是这样说的 他说就是 整个全行业当中在比价 但是你们公司呢 资质稍微差一点点 不过可以努力这件事情 那我跟他好多年发小了 彼此之间都有相互关照 我觉得还不错 我可以帮你去使把力气 但是呢 我还是 哎呀 就是 有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啊 你看我们公司现在 业务发展速度也挺快的 主要我们主推IP呢 是土雷老师 我们现在就在想 怎么把土雷老师的影响力 扩得更大 所以特别希望跟你公司 在这个板块经营合作 你觉得怎么样 你们是好朋友是吧 是的 故意密码 对不对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怎么样 你觉得你师姐表现得怎样 我觉得师姐落落大方 高雅可热 对 非常好 来 吴胜 你来说一下 在刚才这样一个 赌客户的过程当中 哪一位让你的感觉更好 刚才张萌在跟我交谈的时候 其实他是这样的 因为有时候生意的时候嘛 首先第一个我会告诉你 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 希望你有一定的安全感 第二个的话呢 事实上我再告诉你 我有可以和你 作为一个等价交换的 其实很多生意的时候 讲究的是公平的交换嘛 是的 所以第三点的话呢 你不是在暗示我的话 没有没有 你完全多想 图林老师有一句话很经典 叫做心里有什么就能看见什么 我心里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什么都没有 我对吴胜是有巨大意见的 因为吴胜属于上去什么人 都能搞定他 你知道吗 那你来一下 你来一下 我觉得张萌失败的 哦 为什么 是失败的 因为整个上来的表现是老板对老板 甚至于老板对一个小老板的姿态 还不是一个销售员对老板的姿态 角色定位错误 所以他对这个女孩没有参照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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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对对对